港圈富豪们的私生活向来很精彩 丰富的情史和复杂的家族财产纠纷 令吃瓜群众惊叹 但到了晚年 这些年轻时很风流的富豪 却选择了不一样的结局 接下来 大家就一起来看看香港四大富豪的风流情史吧 一 刘鸾雄 1951年 刘鸾雄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 成年之后 父母把刘鸾雄送到了加拿大留学 在加拿大 刘鸾雄认识了比自己小三岁的保永勤 两人谈起了恋爱 1974年 刘鸾雄从加拿大留学回来 他与保永勤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稳定 三年后 刘鸾雄和保永勤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 保永勤先后为刘鸾雄生下了一对儿女 那个时候的刘鸾雄想的就是挣钱 让老婆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和朋友梁英伟一起创办了爱美高公司 继续做家族传统的电扇产业 刚好那个时候 石油危机风波还未过去 欧美正在推行节能减排 刘鸾雄抓住机会 开始大力发展技术 他的爱美高风扇赢得了很大市场 之后 刘鸾雄又加大生产力 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 他的风扇厂就从一个小厂 变成了拥有员工近万人的大厂 刘鸾雄夫妇也开始实现财富自由 1983年 刘鸾雄的爱美高公司上市 他的总资产高达五一港币 挣到钱了之后 刘鸾雄和合伙人梁英伟之间出现了矛盾 1985年 刘鸾雄突然把自己手中的爱美高股票全部抛出 并直接离开了公司 不少股民看着公司创始人都抛售股票 也开始把自己手中爱美高的股票都统统抛出去 导致爱美高的股票暴跌 这个时候 刘鸾雄又以低价在市场回购股份 半年之后 他重新回到爱美高 并且直接掌握了公司大权 这种骚操作让刘鸾雄屡试不爽 他先后用这种办法挣了千亿资产和大量物业 股市上的成功让刘鸾雄的自信心大大增长 同时他又需要其他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于是火热的香港女明星们便成为了刘鸾雄的目标 刘鸾雄第一个接触到的女明星是李嘉欣 在刘鸾雄强大的财富之下 李嘉欣屈服了 两人在一块之后 刘鸾雄对李嘉欣非常好 据说 有一次李嘉欣所在的小区停电 而李嘉欣又突然想吃肠粉 于是刘鸾雄就亲自爬了20层楼 把李嘉欣想吃的肠粉送到了她的面前 但在1991年 又有一个人引起了刘鸾雄的注意 那个人就是蔡少芬 1992年情人节这天 刘鸾雄先是买下报纸头版向李嘉欣示爱 之后又在蔡少芬18岁生日的时候 亲自在酒店摆下50桌宴席 为蔡少芬庆生 也是这一年刘鸾雄遇到了美人关之林 于是她又有想法了 面对如此富豪的青睐 关之林也没有守住底线 女人太多了其实也是麻烦 刘鸾雄频繁爆出桃色绯闻之后 小三李嘉欣不干了 李嘉欣一怒 刘鸾雄的后宫便失火了 据说李嘉欣经常给小三 小四打电话骂他们 还会给正宫保永勤打电话辱骂 保永勤到底是与刘鸾雄一起打江山的 在忍受不了之后 她选择与刘鸾雄离婚 并且还分走了十几个亿的资产 让李嘉欣没有想到的是 刘鸾雄离婚之后 并没有打算和她结婚 反而是继续在几个女人之间左右逢源 刘鸾雄日日流连望返于各色各样的美人之间 却真正做到了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她从未给过情人们名分 刘泰只为因此空着二十四年 哪怕是为她开支散叶有功的吕丽君 也很遗憾与正宫宝座擦肩而过 最终结束了大刘后宫斗争风波的女子 便是大家熟知的甘比 五十一岁的时候 刘鸾雄遇见了二十三岁长相清纯的甘比 甘比正对她的胃口 于是刘鸾雄便把甘比挖到自己麾下做生活秘书 生理医生等等 2008年甘比为刘鸾雄生下了一个女儿 2012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2016年甘比和刘鸾雄注册结婚 成为名正言顺的刘泰 66岁的时候 刘鸾雄身体状况直线下降 身材消瘦到一度要做轮椅出行 幸好后来她找到了合适的肾源 成功换了肾材恢复健康 二 赵世增 赵世增在香港却相当有名 他是香港四大传王之一赵从衍的第三个儿子 但因为年轻时风流成性 所以赵从衍去世的时候 把家族生意交给了赵世增的哥哥和弟弟 赵世曾一分钱都没分到 但他愣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奋斗成了亿万富豪 有钱了之后 赵世曾就开始游戏人生了 2010年 赵世曾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场选美赛事 邀请了19名身着泳装的嘉丽与他一起 共进午餐 2012年 10年76的赵世曾接受方访问时说 自己交往过超过五位数的女性 虽然赵世曾交往了无数女性 可他却从未有过结婚的想法 还很厌烦地说 不想因为结婚而失去自由 如果感情不合离婚的话 还会被分走大量的财产 那多不安全 这些年来 赵世增的风流史到底有多精彩呢 1977年 赵世曾与当红女星姚伟相恋 1979年时 姚伟为他生下了女儿赵世之 他希望通过女儿 能在赵世曾这里得到更多的关注 可是 赵世曾依然毫无顾忌 我行我素 姚伟一怒之下 带着女儿回到了爸爸的出租屋居住 其实 赵世曾在和姚伟交往的时候 已经搭上了女星莹莹 1984年 赵世曾迎来了她和莹莹的儿子 赵世浩 但很快这段恋情就已逼婚 未果结束了 与莹莹分开以后 赵世曾没有一刻停歇 继续寻找目标 很快 一个名叫霍拉迪的女子 进入了她的视线 两人迅速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992年 赵世曾和霍拉迪举办了超豪华陆海空结合的订婚仪式 可惜两人最后还是没有结婚 在这以后 为了更好的玩乐 赵世曾斥巨资购买了一艘游艇 并给其取名为海上乐居 2015年 79岁的赵世曾牵手台湾女神林志玲 为其开发的楼盘站台 在女人身上向来以吝啬著称的赵世增 这次竟拿出100万花在林志玲身上 还一直拉着林志玲的手 弄得女神相当尴尬 现在85岁的赵世曾依然很健硕 也依然很风流 三、罗兆辉 16岁那年 罗兆辉拿着900块的工资 做起了房产经纪人 几年的时间 就凭借着独特的眼光跟胆识 在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 搭上大佬刘鸾雄后 罗兆辉启动开挂模式 开始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在刘鸾雄的引荐下 罗兆辉游走在上游社会 大手笔的炒房地产 赚得了自己第一桶金 通过刘鸾雄的介绍 罗兆辉还认识了 金大福的创始人郑玉彤 他用1.4亿港币 买下了郑玉彤手下的重庆大厦 转手6.8亿卖出 两年时间就赚了5个多亿 成功之后的罗兆辉 开始学着像刘鸾雄那样 交往各种各样的女朋友 樊一鸣是罗兆辉的第一任女友 他曾参演过电视剧《太极宗师》 认识罗兆辉后 樊一鸣有用不玩的钱 买不进的名牌包 但樊一鸣清楚 罗兆辉只是跟他玩玩而已 所以捞够了油水之后 两人便分手了 随着罗兆辉的财力越来越大 他把目光放到了 TVB当家花旦刘嘉玲身上 罗兆辉延续了以往的风格 砸钱 把好东西都送到刘嘉玲面前 当时刘嘉玲正和梁朝伟交往 与罗兆辉也就不了了之 1994年 罗兆辉又跟着刘鸾雄的脚步 进军古坛 收购了东方红 一时之间得意不已 那段时间 罗兆辉对外宣称 自己最爱的人是孙家军 罗兆辉是在周星驰的介绍下 认识的孙家军 他追了孙家军三年 才追到手 除了以上的这些女星之外 罗兆辉还交往过模特 Maby Q 张文慈等 谁能想到 一生风流的罗兆辉 在47岁的时候 突发意外去世 他落得如此结局 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四 何鸿燊 何鸿燊1921年出生于香港 他家是显赫 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公子哥生活 可是在他13岁这一年 因父亲炒股失败 家里钱财全部败尽了 为了改变命运 何鸿燊刻苦读书 考进了香港大学 1941年 何鸿燊从香港大学毕业 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他认识了李婉华 彼时的李婉华只有17岁 出落得美丽动人 何鸿燊见到李婉华 第一眼就心动了 对于仪表堂堂 谈吐非凡的何鸿燊 李婉华也非常有好感 1942年 两人喜结连理 为了帮助丈夫 李婉华调动了不少家族资源 婚后一年 何鸿燊赚了100万 随后他又涉足地产 建筑等行业 发展得越来越好 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 李婉华还生下了女儿 何超英和儿子何油光 可没想到 1957年所有的美好都幻灭了 这一年 李婉华身患重病 看着病床上的妻子 何鸿燊决定再娶一个妻子 听到何鸿燊这么说 李婉华的心都碎了 她非常的痛苦 可是又无能为力 最终只能含泪答应何鸿燊的请求 1957年 何鸿燊迎娶蓝琼英为妻 婚后 蓝琼英为何鸿燊 生下了何超穹 何超凤 何超侠 何超姨 何游龙五个孩子 也是在何超穹出生的这一年 李婉华又为何鸿燊生下了何超雄 之后又生了二女儿何超贤 1985年 何鸿燊公开与陈婉珍同居 陈婉珍成了三姨太 后来 陈婉珍生下了女儿何超云 何超莲和儿子何游启 不过 何鸿燊的那妾之路 并没有因为陈婉珍而终止 在陈婉珍正式成为三姨太一年之后 何鸿燊认识了梁安琪 1989年 何鸿燊为梁安琪购买了独立洋房 两人正式公开同居 同居后 梁安琪为何鸿燊生下了三子二女 分别为 长女何超盈 二子何游亨 三子何游君 四子何游家 又女何超新 不过刚和梁安琪在一起不久 何鸿燊就爱上了栗子 眼看何鸿燊又要娶妻 梁安琪很不高兴 为了家庭的安稳 何鸿燊慢慢疏远了栗子 不过没了栗子 还有其他女明星 在栗子之后 何鸿燊又喜欢上了女明星矿美云 迪波拉等 2009年7月 何鸿燊重病住院 蓝琼英 陈婉珍 梁安琪 提前开始了财产争夺战 弄得她身心俱疲 如今何鸿燊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然而关于她的财产争夺 关于她的太太们 孩子们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看了这几位富豪的现状 不得不佩服赵氏 曾年过半百 还有经历周旋在女友之间 而回归家庭的刘鸾雄 似乎晚年是最安宁的 娱乐圈的女明星与富豪的关系 从来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港圈有不少角色美人 其中部分美人曾误入歧途 和富豪牵扯上了关系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误入歧途的女性 1.关芝林 关芝林的父母都是演员 从小受到艺术氛围熏陶 再加上美丽的外貌 关芝林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进入了娱乐圈 和其他女明星一样 关芝林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富商 只不过她和这个丈夫相差了16岁 巨大的年龄差距受到了大家的质疑 然而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盲目的 关芝林深深地陷入这段感情 结婚没多久 关芝林就和丈夫离婚了 离婚之后 关芝林在感情这方面看淡了很多 所以她把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 刚刚消停没多久的关芝林 就传出和刘兰雄在一起的消息 那个时候 刘兰雄对关芝林很好 给她送豪车豪宅 听说关芝林喜欢古董 刘兰雄还特意为她开了一家古董店 只为哄关芝林开心 刘兰雄还让关芝林的母亲拥有了公司股份 忽然有一天 关芝林在深夜被送去了医院 当时有传言说 关芝林在医院取出了两个高尔夫球 刘兰雄的这一举动 让关芝林瞬间走到风口浪尖 不过刘兰雄为了弥补她的果实 一个高尔夫球赔了关芝林一千万港币 其实 关芝林和刘兰雄在一起之前 刘兰雄已经结婚了 并且她和李嘉欣保持着恋人关系 作为第三者的李嘉欣 一直想要成为刘兰雄的正房太太 但是关芝林与她不同 关芝林的目的只是想要钱 所以对于刘兰雄的金钱诱惑 关芝林即使是要忍受如此屈辱 也选择了答应 高尔夫球这件事 对关芝林的名声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她的育女形象一下子破灭 甚至让她从那以后 一部戏都没有接到 现在的关芝林已经50多岁了 她仍然是一个人在生活 李嘉欣成功嫁入豪门 和许金亨结婚了 而且现在生下了儿子 一家三口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 眼界与心胸决定了命运的终点 关芝林就是因为太过看重金钱 而迷失了自己 才会让人们抓住机会 编造出如此不堪的流言 最终落得如此不堪的人生 2.李嘉欣 香港有句话叫 富不过李嘉诚 美不过李嘉欣 李嘉欣的美惊艳了那个时代 所以靠着美貌她成为了豪门收割机 交往过的男人非富即贵 1988年18岁的李嘉欣获得香港小姐的冠军 就连一项刻薄的媒体都对她赞不绝口 甚至用石破天惊形容她的美貌 李嘉欣第一段感情是和倪震 倪震比李嘉欣大六岁 在李嘉欣眼里 倪震成熟温柔 值得依靠 参加香港小姐时 痛失了最上镜小姐奖 李嘉欣很是郁闷 倪震就带她去兜风 等她心情好一些后 再宽慰她 讲一些人生道理 李嘉欣是崇拜倪震的 可李嘉欣入行后 工作越来越忙 倪震花花公子的本性 也逐渐暴露 两人终分手 与倪震分手后 李嘉欣搭上了富商李嘉诚 1989年最后一天 都在家里准备跨年时 李嘉诚却在与李嘉欣秘密相会 保密措施没做好 这个消息传到了李嘉诚的原配 庄岳明耳朵里 本就多病的庄岳明 听到这个消息病情加重 第二天撒手人寰 由于事情没有曝光 李嘉欣全身而退 之后 刘乱雄又对李嘉欣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刘乱雄出手阔绝 为了追求李嘉欣 他不惜重金购买豪宅相送 听说李嘉欣 因为没能出国留学 有所遗憾 刘乱雄为他请来大学教授 做私教 还半夜陪他一起 饮食作父 后来 刘乱雄并没有迎娶李嘉欣 而是继续在各种美女中流转 在此之后 很长时间 李嘉欣都没有谈恋爱 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赚钱上 直到2006年 李嘉欣和船王之孙 许敬亨的恋爱曝光 轰动整个香港 许敬亨财力之雄后 不输李嘉欣的任何一任男友 当年被赌王何鸿燊看中 将继承人何超穷许配给了他 只是商业联姻并不是徐晶峰想要的 结婚后依然流转在刘嘉玲 陈法荣等女性之间 只是李嘉欣和徐晶峰的爱情 并不被外界看好 所有人都觉得 他们会像之前一样玩玩罢了 两人却在相恋两年后 步入婚姻的殿堂 2011年 40岁的李嘉欣千辛万苦生下一子 之后李嘉欣全心投入家庭中 3. 蔡少芬 蔡少芬的母亲因为不良嗜好 欠下了巨额债务 为了还债 她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1991年 蔡少芬的母亲 给17岁的蔡少芬 报名参加了中国香港小姐的竞选 最终获得了港姐季军 并签约TVB 被媒体称为最年轻的港姐 1992年 在蔡母的安排下 懵懵懂懂的18岁蔡少芬 被送入了身价几十亿的富豪 刘兰雄的身边 刘兰雄烈焰非常有一手 既有富豪一至千斤的豪爽 又有青春期小伙子 追女生的执着和浪漫 不久 刘兰雄豪至百万居资 在香港历经酒店大摆宴席 为蔡少芬过18岁生日 全港瞩目 涉事未深 还没体验过青色恋爱的蔡少芬 就这样接受了大老的豪迈 各取所需后 蔡少芬远离了大老的世界 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青色恋爱 就成为大老玩物的蔡少芬来说 也到了期待一份真正爱情的时候 2003年蔡少芬接拍电视剧《水月洞天》遇到了张晋 之后两人正式前手 走向了婚礼的殿堂 如今两人事业顺利 互相吩咐 携手同行 生活美满 蔡少芬也彻底和前半生划清界限 一边专心发展事业 一边认真经营婚姻 先后诞下一位公子和两位千金 组建了幸福的五口之家 4.张曼玉 张曼玉是香港小姐出身 凭借着香港小姐的殊荣 张曼玉一头扎进演艺圈 张曼玉一生的感情离不开与富商的纠缠 1993年与地主商人宋学奇相恋 而当宋学奇资金短缺时 张曼玉毅然拿出自己积蓄多年的一千多万 投入到宋学奇的工资 1995年宋学奇生意失败 张曼玉血本无归 为了东山再起 宋学奇达上了另外一位富家千金 背叛了张曼玉 2003年 张曼玉因代言王保表 与王保表的总裁相恋 而总裁为了与张曼玉在一起 不惜与妻子离婚 让张曼玉背上第三者的名号 不过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四年便结束 2007年恢复单身的张曼玉 与小自己七岁 从事建筑行业的O1E Sherwin相恋 2012年分手 现在50多岁的张曼玉单身一人 随着年龄的增大 逐渐消失在了娱乐圈的视野里 隐退后的她不再像往常那样渴望爱情 身边只有一只小狗陪伴着她 5.林志玲 2002年台媒爆出 林志玲与一名叫苏典中的室内设计师 谈过四年恋爱 林志玲说 两人只是以模特身份打过交道 后来林志玲的家庭产生了变故 吴慈美希望女儿能嫁入豪门 所以严承旭和林志玲的恋情备受瞩目 2005年去大连拍摄广告时 林志玲不幸发生意外 严承旭见到林志玲 不是关心林志玲的伤势 而是责怪她不小心 严承旭心里委屈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严承旭一走 邱世凯趁虚而入 他们这桩恋情传闻说是 邱世凯的母亲不同意 她不想要艳名在外的林志玲当儿媳妇 2005年2月份 媒体爆出台湾首席名模林志玲 有了新的绯闻对象 喜来登饭店总经理蔡博翰 林志玲否认 并说她在饭店归宾时 和蔡博翰正原唱 陆明君打了个招呼而已 2006年林志玲被拍到 在深夜与三名男性在居酒屋聚会 他们都是富豪 其中有一个男子叫吴新阳 是三月百货邵东家 被之与林志玲有故事 林志玲却说和她第一天认识不熟 台媒还报道过 林志玲与骨科医生陈永泉 已经谈了15年的恋爱 林志玲的妈妈吴慈美则说 林志玲和陈永泉的家人很熟 和陈永泉不熟 2014年8月 林志玲被拍到 与一男子亲密脱手 她的真实身份 是上海某广告公司的创始人蔡伟志 一个豪门子弟 林志玲说 她是自己的一个普通朋友 2019年45岁的林志玲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宣布自己已经嫁人 嫁的是黑泽良品 当初那个角色嫁人的时代 仿佛在慢慢过去 伴随着香港娱乐圈的起起伏伏 往事如烟飘散 那些曾经与富豪纠缠不清的女明星们 如今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希望他们遵从本心生活幸福